那么影响力非常的高 但目前仍然有超过150万张的邮寄选票 还没有计算 而且邮寄选票的邮所 只要是在3号之前计出 在6号前收到都可以列入计算 所以如果宾州的票数太接近 就等于必须等到6号最后抵达选票 也算过之后 结果才会出炉 宾州有多重要 川普甚至选战前一天 还在指控宾州州长可能做票 川普的指控也立刻被宾州州长驳斥 川普目前在宾州的计票的确领先 不过支持民主党的选民 比较喜欢邮寄选票 因此宾州的票数 仍难以论断 而且宾州规定 选票只要6号前寄到 都可以列入计算 拜登对邮寄选票充满信心 他也自称能够拿下宾州 宾州还有上百万邮寄选票上未计算 再加上6号前还会陆续有选票抵达 到底川普在宾州的暂时领先 会不会只是错觉 美国总统大选的胜负 似乎还在未定之天 记者海豬 综合报道